警方及入境署證實李波下午已回香港 並且向警方要求燒案 入境署今日接獲深圳出入境機關通知 會將李波移交入境署 李波下午在洛馬州管制站由入境署人員接回香港 入境署人員為李波完成入境手續後 隨即為他錄取口供 了解他早前出境的詳情 由於李波未有提供離境的全面資料 現階段未有將他拘捕 入境署要進一步調查 以決定是否有足夠證據顯示 他干犯香港出入境的相關條例 入境署人員與李波會面後 隨即交給警方 李波向警方表示 他在朋友協助下 用自己的方法自願回到內地 並不涉及綁架 目的是要協助調查一個性怪人士有關的案件 他表示身處內地時候自由和安全 再次要求警方就他失蹤案件燒案 並表示無需任何協助 拒絕透露其他詳情 李波和警方會面後就自行離去 再次用來 警方會拿掉 警方會在暗中 測試 警方會以降